我是1988年开始吧 才开始担任这个人大代表 放眼整个华语娱乐圈 坚持爱国立场的老牌明星不少 汪明泉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份坚持 汪明泉专心从政 为社会工作奔猛的同时 也被封杀近十年之久 不过 汪明泉一点都不在意 虽然是香港娱乐圈德高望重的阿姐 但汪明泉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他出生在上海崇明岛 至今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上海轻浦 但是我在崇明岛出生 我想和我讲 没好吗 没好啊 下七号 王明泉在香港出道后 在本土广受欢迎 而真正让他走进大陆观众事业之中的 是1982年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 在这部电视剧中 王明泉是爱国女学生庄梦里 这部剧集播出后红遍了大江南北 同名主题曲以及王明泉演唱的插曲 勇敢的中国人更是人人朗朗上考 值得一提的是 1984年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也是由汪明泉主持的 随着汪明泉在内地知名度的上升 央视春晚工作组 也向汪明泉伸出了橄榄枝 1985年 汪明泉在央视春晚上一连演唱了三首歌曲 还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感想 这次登台让汪明泉在两地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一举余升 又过了三年 41岁的汪明泉便当选为第七届中国全国人大港澳区代表 汪明泉有坚定不移的爱国热情和服务社会的轰跃 他投身政治服务的同时却遭到台湾市场的封杀 对方还曾要求汪明泉写所谓的悔过书 可是汪明泉宁愿牺牲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 都对这种无理要求不屑一顾 直到十年之后 汪明泉才终于得以重新活跃在荧幕上 不过他在政界深耕多年 也依旧靠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发展服务 去年霍气刚正式踏入政界 汪明泉就在幕后出了不少力 而回到演艺界 汪明泉虽然曾经低调十年 归来后仍然是受人敬仰的一把手 地位未曾动摇半分 胆敢当着TVB移动高层的面 为旗下议员要求加薪的 恐怕只有汪明泉一个了 汪明泉虽然不是一出道就在TVB 但他入行五十多年 在TVB已经是妥妥的意见 当初郑玉玲也是被当作汪明泉的接班人培养的 不过论地位 始终还是汪明泉更高 早在1994年台庆时 汪明泉就得到过让郑姨姐 张志玲 钟汉良等二十多位男神 为他化为伴舞背景版的书了 其实最早汪明泉是TVB老对透亚士的人 19岁的汪明泉是亚士第一届议员培训班的第一名 一炮而红之后 他深觉自身仍有不足 便只身前往日本深造 最后又以第一名的佳季毕业 及天分与努力于一身的汪明泉 就这样得到TVB大佬邵义夫的垂青 正是在邵义夫的亲自邀请下 汪明泉转投TVB 一代就是五十多年 汪明泉一身的本领 说学斗场 主持表演 无一不精通 而且非常勤奋 他和沈殿霞等人主持招牌综艺节目欢乐金箱 提出了不少别出心裁的点子 被封为四朵金花之一的同时 也成长为一代金牌司仪 期间汪明泉还忙着出唱片 演电视剧 说为了TVB鞠躬尽瘁也毫不为过 1977年 汪明泉更因为分身乏术 在家面片场泪倒导致流产 身体恢复健康之后 汪明泉又开始沉浸式工作 从倚天屠龙记到万水千山总是情 汪明泉都靠自身的过硬实力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就连昔日老东家亚氏都盛在 光靠汪明泉一个人 TVB就能抢走十个点的收视率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港于黄金时代的末路 曾经以港姐选美和家座 频出利于不败之地的TVB 也开始走下坡路 许多艺人迫于生机并某出路 汪明泉却始终对TVB剥离不弃不弃 这也让TVB更加看重他 汪明泉入行五十周年时 TVB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 许多重量级明星共襄胜举 为阿吉献上祝福 在职业高度上 汪明泉已然登顶 但他的感情之路却一波三折 在沈殿下心目中 与汪明泉更加般配的 何首信是什么人 众所周知 汪明泉和唐僧罗嘉英年 过六旬才注册领证 那么汪明泉和何首信在一起 真的会更早收获幸福吗 其实未必 在何首信和罗嘉英之前 汪明泉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上世纪六十年代 汪明泉之身前往日本 学习演艺技能时 邂逅了富商刘昌年 并与他坠入爱河 回到中国香港后 汪明泉受邵义夫邀约 投身TVB 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在生活中 他的身份也从刘昌年的女朋友 变成了名媒正娶的刘太太 刘家是香港的名文望族 汪明泉又已经是TVB的当家一家 这段姻缘说起来也是门当户盾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刘昌年的父母一直盼望 汪明泉能够及早生育 在父母的压力下 刘昌年也希望汪明泉能够退出娱乐圈 专心相夫教子 然而性格独立自强的汪明泉怎么肯 他最经与工作 怀上的孩子也在拍摄嘉宾期间没了 刘昌年留恋在那抹美女之中 和汪明泉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就在这个时候 汪明泉在工作中与同行何首信情绪暗生 何首信是香港娱乐圈地位举足轻重的金牌司仪 当时他也是有家有事的状态 说白了 在这段感情中 汪明泉和何首信都是婚内出轨 所以在对话审电瑕时 汪明泉才会说 那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婚 他也没有离婚 所以那个感情就建筑上 他是不那么健康 后来汪明泉和刘昌年正式离婚 可他发现何首信也不是什么良配 他不但有众多阴阴阴阴 还背着汪明泉找舞女寻欢坐牢 并因此遭遇勒索 走投无路之际 何首信居然开口求助汪明泉 帮他解决事端 或是是解决了 他和汪明泉的念言也画下了句号 两年之后 对感情心灰意冷的汪明泉 在乐剧合作时结识了罗嘉一 两人都热心乐剧事业 便从工作伙伴变成了相守医生的伴侣 又变成携手看癌的病人 甜蜜也尝过了 苦痛也度过了 经过21年的恋爱长跑 汪明泉终于下定决心 和罗嘉英走进了婚姻殿堂 如今汪明泉和罗嘉英生活幸福 无儿无女 可也了无牵挂 她的一生也成了江湖上永恒的传奇